如果蔡英文在继续把意识形态搞下去的话 台湾人民就要把他们搬拖 我公司商品自2008年 在中正纪念堂内销售 到今天为止已经8年多的时间了 这个产品是陆陆续续创作新的商品 卖给来台观光的观光客 作为旅游商品 在今年的228前夕文化部来场去讲风报 搞什么意识形态作为 我的仓库现在有上万只的工仔 我不知道该该去何去何从 我的经济面临了问题 我也是这场的228受害者 这不是在拼新技 是让百姓没办法生存 我做这个东西是为了是台湾两岸的和谐 才创造这些产品出来 现在跟我说下架就下架 这是绿色恐怖 非常恐怖 一天的时间就给你下架 连缓冲的时间都没有 接下来 таким 好 下架就下ga 接下来 欧州 参加